我要相信瑪雅文化呢 還是要相信 相信自己 要相信自己嗎 好 今天呢 我們請了三位專家 我們現在請到的宇宙學 這個很厲害吧 天文專家吳俊輝叫做 好 他剛剛看到我說 我從小看妳 我就 感覺像我跟宇宙一樣的孤老 好 來 我們的氣象模式的彭啟銘 地球的氣候變化日漸極端 是否跟世界末日有關呢 就讓氣象專家彭啟銘告訴我們吧 老師好 老師好 她有收到歷史學者謝哲卿 世界末日預言中 總帶著神秘面紗 今天就讓謝哲卿帶著我們 揭開它吧 好 今天呢也有兩位來賓 也是跟教授們讓你了解到 這個世界上就有兩個 一個是非常相信世界會有末日的周明景 大家好 一個是打死都不相信世界會有末日的 恭喜 謝謝大家 好 我是搖擺主義者 講那時候就會相信 睡一覺就忘記 開心嗎 對 開心嗎 所以呢 我覺得先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瑪雅文化的2012就是 12月21號耶 對 就沒有聖誕節了 沒有 妳可以看到 今年跨年晚會很熱鬧 郭富城要來耶 對 哪有這種事情 怎麼辦啊 而且妳看喔 那個12月21號是世界末日嘛 對 對 小燕姐知道今年12月22號幹嘛 幹嘛 補價 因為今年的... 沒有人啊 補什麼價 對 因為你看今年的年底喔 跨年 跨到2013年喔 那個12月31號是禮拜五 結果為了要順應 禮拜五、禮拜五、禮拜天 要放三天連假 結果呢 這個二...這個他就補價 往前把那個禮拜六... 補到21、23號 對啊 22號 所以你看 所以世界末日不會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 所以人事行政局說 22號要補價上班 對 妳這麼厲害 總行政局管什麼 對啊 又自可見對不對 對... 但是我跟妳講 我們真的被很多 就潤八月 潤八月那時候也嚇過一陣子 還有兩千年說千禧蟲 會在那... 這樣對不對 結果又是一個很熱鬧的跨年 對 那今年到底怎麼樣啊 這邊呢 我先講一下 就是很多人講說馬雅力嘛 然後如果你上網路去打馬雅力 你都會出現這個 這是... 它就是嗎 這個不是馬雅力 這是古壁吧 對 更好笑 就是說很多人連馬雅力長什麼樣 都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誰要會知道 對啊 所以你看 這個好萊塢呢 就拿這個來佈我們 真的 好萊塢 對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你知道馬雅力 它總共有三種立法 我先講一下 那個... 小燕姐知道馬雅在哪裡嗎 就在... 馬雅 對啊 馬雅在哪裡 在墨西哥 今天的墨西哥 其實在墨西哥 對 在墨西哥 然後它這個文明呢 是存在 大概在900年前 在地球上消失掉 但是它在人類歷史上 所以它在那個時候就消失掉 對 它有算到嗎 對 那怎麼可以相信呢 對不對 對 怎麼可以相信呢 老師不錯 對 然後重點就來了 就是那真正的馬雅力長什麼樣子 長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那個... 石碑的碑紋 那石碑的碑紋的最後面呢 它有出現一連串這個 這個是一個算式 這是一個數學算式 這很像我們譜的掛耶 對... 然後這個算是很特別喔 就是它最後面 它其實是一個未知數 你帶入... 帶入0 帶入1 帶入2 四間都落在不同天 所以2012年它總共有好幾個末日 3月有一個末日 6月一個末日 9月一個末日 對 然後最後一個末日是12月21號 那為什麼要設到這一天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設完之後 電影才能賣到年底 你還是這招喔 對啊 如果...如果說我拍 2012年世界末日 結果3月世界末日就結束了 這電影就不能賣了 對不對 2012這支電影 在全美賣了7億5千萬美金 很多錢 所以老美真的很會賺錢 對啊 而且有人說那個瑪雅 我名根本是因為它那個石板不夠大 刻到最後根本就刻不下去 所以才停在那個地方 對 其實就有這個護士嘛 就在這邊 你剛...明景講的就是這個 這個因為... 剛才我們要先解釋一下說 這個立法 這個立法其實是有 三種不同的紀念方式 它在吐舌頭耶 對 又是太陽 中間是太陽 太陽為什麼要吐舌頭呢 因為在瑪雅人的心目中 太陽是一個凶暴的神 跟真正的宇宙 對太陽的神像是很像的 就是太陽不是一顆和平的星星 它是一個狂暴的星星 所以這是跟氣象跟宇宙有關對不對 對... 你們都有研究過嗎 有 有喔 其實12月21號是冬至嘛 冬至那天 冬至 所以照樣吃完湯圓 隔天還是可以就起來 這是吳俊輝教授寫的一篇文章對不對 對 他說說不定到了2012年12月21號 大家還是團圓吃湯圓 對 我最後結論就是說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湯圓 因為... 你確定喔 那天我們一起吃湯圓喔 對 講到這邊其實我們應該幫 我想幫這個馬雅人稍微平反一下 因為最早提出這世界末日說 其實是南美索布達米亞平原上面的蘇美人 蘇美人 對 根據蘇美人的立法 他們當時記載說 這個世界末日是在2003年的5月 所以我記得我在90年代底 那時候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 街上都會有這些人舉著牌子 說世界末日快來了 大家要趕快信奉這個某某教 對... 那時候大家想說2003 5月可能是世界末日 結果沒有發生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歷史學家說 可能是這個立法換算不對 算錯 所以他重新算了一遍發現是 2012年的12月大概21號左右 結果沒想到這消息一出來發現 正好跟這馬雅人的這個立法的 所謂的第五個太陽祭的最後一天 正好是同一天 對 那天正好其實就是冬季 那我們想說 第五個太陽祭過完之後 這個世界末日說就是說 太陽祭過完之後就死掉 大家就會死掉 可是大家想想 我們在過完第20世紀的時候 進入21世紀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也是有所謂的千禧年 千禧蟲 千禧蟲危機 但是就一般傳統上來講 就像我們農曆除夕夜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圍爐 用很虔誠的這個心情來 送走舊的一年 然後迎接新的一年 其實對這個瑪雅 這個立法來講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 用相同的心情來面對它 就過完第五個太陽祭 是不是世界末日 應該不是 應該就是第六個太陽祭的這個來臨 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再來一次 那還是應該不錯的嘛 對不對 對啊 怎麼可能是天后日 但是 但是世界上還是有很多的災難 比如說 美國的這次的大風雪 然後今年很多的大地震 對不對 這個難道不是 這個是今年2012到目前 全世界的災難的這個數量 全世界分布 災難的數量真的很多耶 其實全世界一年 大概50個這種大型的災難 那其實不是2012有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嘛 每年大概都有 每年大概加起來50個左右 不是 我是覺得 這個大災難 如果在我們熟悉的地方 我們會比較知道 比如說日本啊 或者 如果在什麼非洲啊 很小的地方 我們 你知道我們的新聞 有的時候都在爆生薑包子啊 咖哩好吃啊 比較對這些新聞 太遠每年看不到 其實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對不對 但是這個有時候呢 如果遇到一個比較長的 我們叫氣候變遷 例如說我們打開電視 看那個叫氣象報告 那指的是天氣 天氣指短的 氣候呢 是指長的 這樣分嗎 你們是這樣分嗎 對 長的 例如說可能一年兩年的這種 我今天的氣候報告就不對了 不對… 今天的氣候很好是不對 今天的天氣很好 今天的天氣很好 對 你不能說明年的天氣 要做明年的氣候 喔… 喔… 喔…